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新年假节目 非常幽默 你也可以叫我们小默默 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逗你一笑 我是宜燕 这人哪 真的不能够随便的乱发誓 我有个朋友 昨天就跟他女朋友说 我如果骗你 今天出门就让车中 结果呢 他昨天在家里缩了一天 根本就不敢出门了 好可怜的 老话说得好 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就算母猪会上树 有极个别的男人 还是靠不住的 不过呢 静止一天 也算是对我这个朋友的惩罚了 犯了错就要受罚 对大人来说是这样 对小孩来说 那也是这样的 甚至对狗狗来说 还是这样 这就是规矩 奇葩大作战 不离话 算吗 妈妈我知道错了 不要罚我了好不好 老铁你也被罚呀 总算有办了 猛狗们是怎么划事求关注的 快看我 让我给你的袖子挠个洞 要看报纸了 看我好不好 我不比报纸好看多了 你的眼里只能有我 不能有他 手机重要 火重要 当然是你玩 不能摸他 只能摸我 放开那只帮 冲我来 冲我 我才是个宝宝 老铁 你的手放弃位置了 这才对吗 揉我 别停 我不要混笼子 我还要玩 这个笼子 还困住我的灵魂的 别让我这一生 放纵不及爱自由 哎呀 看着人家这么萌的份上 你就让我多玩一会儿嘛 对嘛 这才是 作为一个主人应该做的 来 再报警一遍 嗯 为什么 就用了 什么呀 什么呀